我们看面相不能光看前面 前面甚至是很多都是假相 但是他整体参考 其实后面啊 当然都是头发你没办法 你能摸摸的是什么 我也摸骨这些东西 都是摸的大多数你 你这个头骨 神骨也有啊 就是看你这个头型 当然天有圆比较好 后面是什么 这个黄症一点 你光是个圆也不行 那是个球 你这个枕骨啊等等这些东西要突出 当然有一些他是尖的像简历石 他有他特别的地方 但是毛主席一直远 这个 耳朵后边这个骨头 这边这叫这个 挨这耳朵这 这叫 这个这个 如果你突出的话 那就反骨 这样人比较反叛叛逆 虽然说 其实叛逆的人往往成就更大 你看你叛的对不对 你不对 你一味的叛逆 是吧 就这个中间不复挖进去 两边突出来 上面突我们大概说过了 下面突呢 也说过了 中间呢 就是这样人 反正执行力差一点 比较这个 你像像我这个 就是偏向中间突一点 这样 就是说执行力还行 但是这样不代表你就有福气 对吧 有些人做着什么都不干 整体看 感觉这个 还是要观 你不能单看一个 那你那样比的话 那就 没办 就是西方那种 那种划分了 分科 分了半千 有的人单看某一个部位挺好 再结合在一块 什么都不是 都堆到一起了 有的就是裂开了 反正东一个西一个 这个下巴呢 还是整体要抖 如果是侧面 你能看的比较明显 这个如果是不好 你就尽量去 赶快去调整身体 调整心 这它是有助于你的 运气 运气 性格等等 习惯的改变 它是一阴一阳 它是互动的 不是说 你这个一定是就怎么样 你改的话 它慢慢它会变 有的人我们生活中 会看到很多人变化特别的 嗯 如果是这个脸太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是搞技术的多 尤其中间比较长的 他搞技术的多 然后那个 反正上面的TM 你上面大的 那就说明你是领导 嗯 一般都不会太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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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骨头呢 基本上我们就跟你说了 因为我也没有细究这个 无相 那块 还是比较 深厚的 没有 没有解回去 以后再说吧 嗯 下巴有的人有双下巴 其实这样大多数比较好 要男性啊 女性的话 你看像林青霞 他就太男性化 东方公拜 是吧 演的倒是挺好 他这个女性男性化 他往往适应 他感情化跟家庭方面 一塌糊涂 所以说女强人 你要不要强 那你自己看着慢 男人他弱呢 那就是一辈子就窩囊 这个阴阳嘛 一定要搞搞正 搞明白 嗯 所以六块骨头 这两块 这两 下面 如果是这个 都是比较这个这个旺 看着比较那个强 当然下面主要是男人啊 这个这个你就差不了 当然前提是你要看眼神 他的神要足够大 如果什么都不行 就眼神好 那也没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四核四毒 这个 这个 啊 代表这个什么长江皇 好